70歲的林辰秀卵仔細回答 健檢志工的問題 她發現自己常會忘記生活中的小事情 另外一邊的老人家賣力踏著腳步 除了驗心肺功能 也能觀察到下肢肌力是否充足 慈激人一會與志工深入社區 提供長輩健檢服務 包括失智檢測 提示能測量 眼科與聽力檢查 醫師說老人最怕下肢無力容易跌倒 還有失智症是不可逆的腦部病變 會加助長輩失能 千萬不能輕忽 眼壓有沒有高 耳朵方面包括你的聽力 這都是年長者比較容易的疾病 在未來我們在全省各個禁食堂 我們都會 人醫會會結合醫院 來幫忙這些社區的年長者來測量 健康檢查讓長輩了解預防失智與失能的重要性 影法族更能享受快樂人生 大愛新聞黃才喜許英豪台北報導 天靡教東